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竹子 我们又见面了 我前两天真的是要被我一个小姐妹给气死了 她跟我说她前段时间跟她男朋友出去那啥去了 然后她男朋友就软磨硬泡了想要去内设 然后她就答应了 结果这个月她就没来姨妈 她被吓得赶紧去医院去做检查 然后结果发现只是那份闭混乱 约的那天刚好又是她的安全期 所以逃过了一劫 我真的被她气都不行 然后我就把她骂得狗血淋头 我真的我气她的是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 那这次呢是侥幸 下次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运气 然后我的私信里面啊 经常也有些小女生问我问题 问些什么泡友说戴套不舒服啦 然后就不想戴套问我该怎么办 还有就是男朋友想要内设 问我要不要去答应她 我就想说啊 就是她们舒不舒服 关我们女生什么屁事呢 她想要内设 你就一定要去满足她嘛 其实说白了啊 男生想要内设 就是为了自己爽嘛 她根本就没有考虑女生的死活 也没有考虑我们要面临的风险 她们是舒服了 但是我们女生要承担很大很大的风险呀 这对这种对于女生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去动摇 我们就应该坚决的说不 那关于男生呢 她们沉迷于内设的问题 我也去问了我身边几个男性的朋友 她们回答的几个原因就是 首先肯定是为了满足身体上的需求 那男生戴套和不戴套对于她们来说啊 就是身体上肯定是有区别的 怎么行呢 这么说吧 就戴套呢 就相当于是戴了手套去拔鼻孔 虽然这个比喻有点不一样 但是其实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最后肯定是能爽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不戴套肯定是要比戴套更舒服一点 其次是心理上的真浮育 我之前在网上就看到一个段子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 就是一个女生出轨了 然后她跟她的男朋友就发现了 然后男生去质问她 女方说对方戴套了就不断出轨 虽然这是个段子 但是确实很多男生啊 就他们在那啥的时候啊 他们就觉得戴套了 就好像没有真正的拥有过这个女生一样 那我朋友用了一个简单且粗暴的总结跟我说 他说真正跟他亲密接触的是套套 并不是我 而且啊因为很多女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还是比较强的 他们都会要求男生必须戴套 这法激起了男生那种征服欲 让他们觉得不戴套就是征服的这个女生 还有一些女生的脑子呢 有一点点清醒的 还知道不能不做保护措施 但是呢她又问我 怎么去满足男生 然后又没有风险 其实到这时候我真的想要吐槽一下 就是为什么要绞尽脑汁的去想怎么去满足男生呢 虽然说啊这个东西它是相互的 但是以我的经验来说 还真的没有几个男生会问怎么去满足女生 他们对自己还是非常自信的 而且啪啪啪的时候的出发点 基本上都是为了满足自己 那为什么女生反而想把满足对方放在第一位呢 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啊 怎么满足男生又没有风险 那不好意思 我的回答是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可以尽量的去降低风险 最安全的方式啊一定是戴套 物理隔离一定是最有效的 但是也不是完全的就安全的 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套道上面没有破洞 所以在使用之前呢 我们最好还是要检查一下的 如果说实在是不想戴套 那第二个安全一点的方式呢 就是安全期 但是啊注意了姐妹们 它的名字虽然说是安全期 但是并不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安全啊 我之前有专门出过一个视频科普的 就是安全期 那为什么说安全期不是真正的安全呢 因为每一个女生的排暖期的 它的那个准确的度啊 它不是是不一定的 因为排暖期也会因为环境的变化呀 情绪的波动啊等等外界的因素产生变化呢 然后造成排暖期提前 那就不能确定你的排暖期 钱是安全期 还是到底是什么时候 还有一些男生啊 他就是为了不戴套 他会选择外设的这个方法 那过程当中是不戴套了 最后拔出来 就以为这样是没事的 那很多女生呢 居然也相信这一点 就我不得不提醒你们 这个方法呢 无异于掩耳盗铃 就是在啪啪的过程当中 男生也会去分泌一些前列腺液 虽然说前列腺液 它本身它不会造成女生怀疑 但是这里面很可能会有经验 那在吴涛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魂有经验的这个前列腺液 进入了女生的身体 那会发生什么后果 你们自己去想一想 最后啊 是我不想说 但是有很多女生在恋爱脑上面 然后就会去做的这个事 那就是吃药 首先啊 吃药是有失败的可能的 谁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 就会避孕成功 其次 大部分女生在事后吃紧急病药 那紧急病药吃多了 它会出现月经失调 类分泌失调 它最后吃多了会影响怀孕的 而且还有就是长效的病药 它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 对女性的身体伤害也是很大的 还有就是有一个就短效的病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就有没有试过 它的副作用是很小的 但是服用的周期是很长的 一般是在月经来朝的第一天开始服用第一片 然后连续服用21天 如果中间有间断或者是哪一天你不小心忘记了就是忘记了吃 那等于就是没有效果 至于满足男生啊 谁跟你们说过就是满足他们一定要无套呀 无套对于男生来说 他的体验感当然是更会更好 没错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其他方面增加他们的愉悦感受 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学点姿势呀 然后技巧呀 然后玩点那个情趣方面的游戏呀 这些都是可以让男生去更加享受的 不过啊 我还是得说一句啊 信是互相满足的过程确实没错呢 但是千万不要为了对方的满意度而忽略了自己的感受和需求 不然就有点本膜到这了 好了 希望这么多的知识可以帮助到你 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国内最大的开放式关系交友社区森米岛 还有告诉大家一点啊 我们西蒙自家呢已经改名叫森米岛了 那欢迎大家来这里感受无拘无束的联系交友 你们懂的哈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王竹子 记得点赞视频 关注我的视频频道 有什么想看的内容啊 还有一些你们喜欢的东西啊 可以来我的评论区底下留言 我会去看的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